接著我們要繼續講Transformer,今天的目標就是把這個講完,然後後面看來不來得及講L,如果來不及就下次再講吧 剛剛講到了Basic Tension,我們快速的複習一下,大家應該還記得Basic Tension它的想法 其實就是我希望能夠在不同時間點focus在input的不同的資訊上面 所以有點像是我要做encoding的時候,我在decode的時候,我希望encode的對象是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在sequence的encoding的時候,我希望我encode的資訊它使用到的每一個vector它的weight其實是不同的,會根據它的attention來決定 所以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當我們有一個sequence的input,那我們希望能夠用一個模型 然後把sequence的input變成是一個vector,那這個vector之後就可以拿來讓我們去做後續 比如說加一個一般的DNN,然後做任何後續的預測 所以input有可能有work sequence,然後image pixel,或者是audio signal,或clicklock,它就是sequential的資訊 然後它的資訊的長度可能不一樣,所以它有可能會有一些特性,比如說相鄰的兩個資訊可能相關 或者是它會有時間的就是t-1到t這樣子,或者是它有一些不同的importance distribution 那我們之前看到的幾個模型,可能都是可以把這些sequence的input變成是一個固定長度 固定dimension的向量的一個做法 那最簡單不用做任何learning,其實就是直接把input的那些vector拿過來做一個平均 那我們可以把不同長度的這些資訊aggregate起來嘛 那當然我們前面學到的這rn就是讓它用一個recurrent的network,然後這樣子的形式 把從t等於1的時間點,然後一直aggregate到t的時間點的這些input所有的資訊 然後透過它時間進來的這個順序,然後直接把它希望能夠aggregate在同一個固定長度的vector上面 那就是假設我的input其實是有temporal的information 那另外一個在影像上面很常用的叫做cnn 那因為我們這堂課裡面其實並沒有講到cnn,不過我們待會會快速介紹一下 那它的概念呢,它是最常被用在影像上面 那它的假設是我的input會跟它周圍的input相關 那它會最常被用在影像上面也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它的input就是pixel嘛,所以每一個pixel是不是會跟它周圍的pixel相關 就是一張圖片的話,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想法 那它也有被用在文字上面,因為在文字語言上面 你也會想像說每一個字它可能都會跟它前後的字是有關聯的 所以呢,cnn也可以被用在文字上面,然後把它一起 aggregate 成一個固定的長度的響量 那這是一些可以把不同長度的sequential input 變成是同一個長度的imbedding的方法 那當然我們前面有提到,我們要選擇哪一個network 其實就是要考慮我們的資料有什麼樣的特性 就像是如果它有時間這樣順序的話 可能很多情況我們就會用rnn 那它如果是比較有這種在local的dependency比較強 就是它跟它的周圍是比較相關的 那可能就會考慮用cnn 那當然也有人用cnn再加rnn把它串在一起 就比如說第一層先接一個cnn 然後後面再把它用rnn把它整個時間都串起來 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rnn的做法 那這邊是一個兩層的rnn 就是input的字,然後會變成它的wavactor 然後進去以後,每一個時間點是一個rnn 然後它就傳到下一個時間軸 然後我們可以疊兩層的rnn 那這邊的Way embedding可以用precharm好的 或者是你直接接一個可以直接從頭訓練的一個Wave 然後讓它可以跟rnn訓練的時候一起訓練Way embedding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做法就是我其實並沒有限制你的input強度是多少 你input強度是10或者甚至是100 你其實都可以用同一個模型做 對吧 因為你就是同樣的這些參數用10次或100次而已 那它的這個你學的參數不會根據你的input size而有所變動 所以你的input size如果它有不同的長度 我還是可以成功的學出它的representation 所以像這種情況就很適合用在我們的nlp上面 因為natural language本來就是每個句子長度不一樣 然後或者是你的input只要是長度不一致的情況 你也可以很直覺的直接用rnn這種方法來做 那這個做法呢雖然其實是非常make sense的 可是呢會有一個根本上的一個小缺點 就是這種模型你會發現下一個十幾點的資訊 是不是會dependent前一個十幾點的資訊 所以你在做訓練或在運算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平行化對吧 因為我是不是後面的資訊要計算的話 我一定要等前面的資訊算出來 然後才可以把這邊的這個heathen state 然後乘上這邊的這個weight 然後得到下一個之間的state 所以這種有時間軸dependency的模型 是不容易做平行的 所以你在訓練rnn的模型 如果你有訓練過其他不是recurrent類 比如說cnn或者是其他的 你會發現cn的速度會比rnn快 會發現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rnn它就是會有這種有效平行的這個缺點 然後呢這邊又有一個小 還有implicit它會有一點小問題是 雖然我是假設所有的資訊 都可以一直保留在rnn的這些中間的heathen state裡面 不管是透過rnn或者是giu或者lstm 那我其實都是implicit希望它可以model到 我long term或short term的dependency 就比如說第一個字 可能跟這個句子裡面的第30個字是高度相關的 然後呢比如說第一個字可能 就像之前有提到的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人說他從小生長在法國 然後他後面有講到他會說非常流利的法文 那法文這個字是不是就跟法國這個字有非常高度的相關性 那他們可能在這個input document裡面離得非常的遠 但是他們的dependency是存在的 它是一個long dependency嘛 但是我這個rnn只是能假設我的模型這樣子吃進去 然後讓它train-train之後 他可能會自然而然的學到這種long dependency 然後自然而然的aggregate在中間的heathen layer上面 但是我並沒有辦法強迫或者是我並沒有辦法分析 所以你能明確的知道他到底model到dependency是什麼 他只是很多很多weight然後存在中間 他並沒有告訴你說 因為第一個字跟第二十個字高度相關 所以我得到了某一些資訊 是沒有的 就是不管是long term dependency 或者是show range dependency 他都是讓他implicit的model 而不是真的有去學說哪兩個資訊 是有很強烈的dependency的關係 所以這樣子其實是 當然也不是說它是不好的 而是這樣子可能會讓我們不容易去分析 我們模型學出來的資訊到底是什麼 就像如果我們有attention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attention知道 模型它是正在看我們的input的哪一個位置 並且去了解它怎麼去做這樣子的預測 但是現在我只能假設 我雖然知道第一個字跟第二十個字有dependency 但它到底它有沒有model到 我其實沒辦法判斷 就是我只能做一些測試 然後看看這model output的效果好不好 來去間接的得知它有沒有考慮到這種dependency 但並沒有任何一個值是告訴我說 它學到了第一個字跟第二十個字 它們有高度相關性 所以這樣子其實是不便於你分析 或者是interpret你現在model學到的資訊 那剛剛說到它的平行不易 就是因為它必須要從左到右這樣的順序 然後一個一個的去計算 然後資訊一個一個的藉由時間點 然後派到後面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CNN是什麼 CNN的想法 剛剛有說到它的假設是 我的資訊會跟它周圍neighboring的資訊 是相關的 所以它的模型是長這樣子的 它沒有一個就是橫向的dependency 它的input一樣是三個字 三個字的input 然後它每個字一樣進入這個藍色 學到每個字的imbedding 接著它這邊有一個convolution layer convolution layer你可以讓它去吃 比如說它現在這個圖示 它是考慮它左右兩個字的資訊 所以它會把左邊跟右邊的這兩個字 也都拿進來一起使用 然後後面接一個fully connected network 就是一般的DNN 然後就出去這一個時間點的資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時間點的R2 它其實是包含了第二個時間點的input 以及它前後所放進去的這些neighboring word 然後得到的最後的output 那當然這邊的convolution的資訊 你可以讓它吃多一點或者是吃少一點 這其實都是你可以調整的 不過它的想法基本上就是 我每一個時間點我只看這些local的dependency 就像是這一個時間點 我只看這個字以及它左右兩邊的這些關係 所以實際上它在學這邊的資訊 就是在學我怎麼把這三個字的資訊合在一起 然後中間這個字是明確這個時間點的input 然後前面跟後面要怎麼跟它aggregate在一起 那它其實並沒有考慮時間軸的關係 所以它的參數就是這三條這樣子 然後它會一直的每一個時間點都會使用這三條的關係 然後跑跑跑 所以實際上你的長度很長或很短 你也不會影響到你需要學習的參數量 因為你要學習的參數就是這三條 但是它跟rnn有一個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並沒有時間軸的關係 所以這樣子一來這樣子的模型其實就很容易的平行 對不對 因為我是不是就只是input不同 我只要換掉我的input 我每一個時間點的這三條都可以同時去做計算 所以非常容易平行 然後它也很明確的去利用了這些local的dependency 所以你學完這些模型之後 你可以直接根據它的位去判斷說 它是怎麼把這三個資訊aggregate在一起的 就是比如說 假如說每一個字都跟它前一個字高度相關的話 它這邊的位置它就可以告訴你說 它把這兩個資訊合在一起 所以得到的資訊其實是highly dependent這兩個 然後跟這兩個的資訊就是有一個local的dependency 所以它其實是有明確去model input跟input之間的關係 那當然因為它只能看它周圍的這些資訊 所以這邊的這個dependency就只能是local的dependency 但它其實就是把兩個資訊合在一起的這種概念 就是怎麼讓它們去做一個組合 所以它組合而來進入這個fully connected layer 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這邊的這個weight 跟這邊的這個weight 知道它怎麼把這兩個資訊合在一起的 跟它到底這邊的這個資訊 到底depend到哪一邊比較多 所以在這裡面當然還是有它對應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如果CNN這麼好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都用CNN就好了呢 因為實際上它每一個時間點 它就每一層 它是不是像這個例子 它只能吃它左右兩邊的字 左右各一個字 那你就算把commolution設廣一點 你還是只能吃它local的字 比如說前k個字跟後k個字 如果你的dependency或你的這個關係 就像剛剛的例子 出現在第一個字跟第三十個字這邊的關係 你要從每一次是三個字三個字的關係 最後希望能夠連接到 第一個字跟第三十個字的關係 是不是就疊非常多層 因為你一層 你最多只能reach到三個字之後 那你在疊第二層 你可以從第三個字 然後再reach到第六個字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需要它能夠把很長的dependency 都可以model到 你這時候你的CNN就要跌到非常多層 才有可能去model這種long distance的dependency 那當然也不是不好 跌很多層 缺點可能就是你需要的參數量 其實就會大幅的上升 於是attention的概念 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們多多少解決剛剛說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今天前面講的一般的attention 那encoder跟decoder的架構是 sequence to sequence一般的架構 如果沒有下attention的時候 我會假設所有資訊都在edge4上面 但是呢 我在decode的時候 如果每個實驗者看到的都是同樣的edge4 它其實 就有點像是 我並沒有讓我在做翻譯的時候可以focus在input的不同位置 我就是要一直記得 哦 input就是深度學習有四個字 然後我就要想辦法decode出deep learning 但是如果我可以讓我的模型 在decode deep的時候focus在深度 在decode learning的時候focus在學習 它其實是更符合我們一般在做manage translation的時候所做的事情 因為每一個時間點 它產生的每一個字 它本來就會focus在input的不同位置 而不是全部的資訊先aggregate起來 所以我希望能夠讓它彈性的去考慮input不同的資訊 所以就有點像是不同的 你在encode的時候 希望能夠用不同的weight把你encode的資訊合在一起 然後並且在decode的每一個時間點拿出來使用 所以這就是attentionweight 一開始被加進rn的概念跟它的motivation 那它因為它可以讓我們去access所有的state 而不是只有h4而已 它可以讓我們的每一個時間點都可以看到h1跟h4 只是它是用不同的alpha來把它weight it up 所以前面我們講的 我會根據一個query 然後去看每一個key跟這個query的match程度 然後得到我對應的alpha 然後經過我normalize過的alpha 就是一個0到1之間的小數 並且上為1 我就可以拿這個alpha當作是 我要怎麼去combine我h1到h4的資訊 然後這個combine後的weight上的vector 它就是一個encoding過後的結果 只是它是根據不同的weight去做encoding 那這個c0我就可以把它拿來去當成我要 第0個時間點 我要做decoding的時候 所需要參考的對象 所以第0個時間點 我就希望它能夠focus在這兩個字 decode出deep 所以這是query,這是key,這是value 所以你的weight會 你的alpha會沉在你的value上面 然後weight也上了結構 所以複習一下dot product attention query是vector 然後它會對於每一個時間點的key 做dot product 然後做normalize 然後得到你的alpha 這個alpha會沉在你的value vector上面 然後alpha i跟vi相沉在一起 並且weighted sound就是最後的attention 就是你第一個時間點要拿出來使用的那一個vector 所以這邊大家要記得就行了 所以這邊注意的就是query跟key的dimension要相同 因為他們要做dot product 但是value是可以不一樣的 所以value是可以比較有彈性 那你也可以把valuevector設定的跟keyvector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metric的形式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q 改成是多個q 因為多個q變成是一個metric 因為你每一個時間點是不是就會有一個q出現 所以你decoding的時候 最後如果要decode十個字 你就會有十個q 那我們的這個十個q 就可以把它排在一起變成是一個metric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這樣子的運算 就是一個q跟k 所以他們先做dot product 然後經過softmax以後的值 然後對v做weighted sound結構 那這就是q這麼多個時間點 所得到的每一個時間點的那個input的vector 所以最後你得到的就是有q個時間點 然後每一個時間點都會有一個value 以valuevector跟valuevector一樣dimension的這個vector 當成是input 然後要去做對應的decoding 能力的